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 咱们再学一个新技术 什么技术 大家看我的标题啊 学习Java 8 为什么 For Android 什么意思 从今天开始呢 我想给您讲一下 Java 8的基本的语法 Java现在出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 它涉及领域呢 非常非常多 从这个软件硬件 到这个网站到客户端 很多领域 包括这个企业机开发 我想呢 这个Java既然这么通用 咱们干嘛不开一个Java课程呢 但是我也不想说 咱们就开发网站啊 开发什么 干什么 开发手机安卓程序 为这个开发安卓程序呢 我想先做一个 这个Java的基础课程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 开发安卓手机应用程序的话 主要使用语言就是Java嘛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我这课程概要 我这课程呢 是给您讲解Java 8 这稍等我加个8 的基础知识 但是呢 我这条课程呢 不会说是Java的零基础的教程 今后有机会吧 我再开这个零基础教程啊 所以说呢 我这条课程并不会说 覆盖Java语言的所有的知识点 仅仅是涉及呢 为安卓开发应用的 所准备的基本语法 让您能够快速进入 安卓APP的开发领域啊 因为有朋友说 我想开发这个手机 我想开发安卓 但是呢 我Java的基础还不劳 我学过 但是不劳 而且有很多 就是说为安卓开发的语法呢 该怎么用 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就是我这个课程 主要的意义啊 咱们学习一些 Java 8的基本语法 如果说您跟我这课程 把这些语法都学够了之后 您开发安卓程序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 然后咱们说 咱们采用这个Java的版本啊 Java版本现在很多 9出了 10的马上也要出 11今年年底也要出 呃 咱采用1.8 不采用太新的 为什么 因为Java9到今年 2018年3月份底就结束 然后呢 Java10是到2018年的19月份就结束 然后Java11是今天9月份才开始release 所以说呢 最安定的版本呢 是Java8 1.8 那咱们今天就以这个1.8 作为咱们这个主要的JavaGDK的版本啊 好 这有一个网站 咱们先看一下Java的官网啊 以前是在这个SAN 现在叫这个OICAL啊 SAN被OICAL烧高了嘛 对不对 大家请看 这就是Java的官网啊 咱们从这个地方点击下载 但是它现在让咱下载这个9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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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下载 咱下这个SE8 现在是最新是161 162 咱们下载这个版本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下载一下 这个地方我就给你演示 就不再下载了 你看它下载页面有两个 上面这个是9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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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载 马上就到期啊 咱们下载这个Java8的版本 点击这个GDK 大注意 不要点击GRE下载啊 为什么 咱们不是说搭建它的运行环境 是搭建它的开发环境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下载GDK 下载各种各样的软件包都在里面啊 咱们点击它进行下载 我本集就先不下载了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啊 有的朋友说我用Eclipse 老牌的嘛 老牌甲级进旅 就是Eclipse啊 但现在呢 有个新的后起之秀 叫什么 大家请看 Intellig A 它非常的这个好用啊 尤其在这个代码生成 自动生成方面 哇 简直就太棒了 所以我想呢 我这套视频不用Eclipse啊 因为以前虽然我做工作中 几乎都是用Eclipse 但我觉得还是用这个 Intellig A 为什么 因为用Intellig A的话 今后咱们开发安卓 就是用它 因为开发安卓用到 Unloaded Studio Unloaded Studio 就是进行 Intellig A Intellig A进行开发 它其实是Intellig A的一个插件 然后呢 用它来开发安卓的各种各样程序 所以说呢 咱们用它来学习 Java语法的话 以后咱们再转安卓 非常的轻松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采用Intellig A的原因啊 好 有心理朋友可以下载一下啊 下载它的免费版本 我用的就是它的免费版本啊 哎 大家请看 这网站也很漂亮嘛 对不对 然后咱们点击下载 进行下载就可以啊 我这会关了 这谈什么出来 关了 呃 它是免费版 您呢 就直接下 没有问题 当然 Intellig A 它其实是一个收费的ID系统 您以后说 我想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这个更深入的编码 那您可能需要购买 这个收费版 但是咱们现在只是用基础Java 包括以后用安卓开发 用免费版 足够了 您信我 足够了 好 呃 这个我已经下载完了 咱们看一下 大概就这个界面 就这个 这Intellig A 我现在下载的是最新的版本啊 然后呢 以后咱们就通过这个进行建立工程 设置JDK 然后进行最基本的Java语法的讲解啊 好 我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呃 接下来课程要求 呃 什么样人来学我这课程啊 看一下 首先 最好有点编程经验 你说我没学过Java这没问题啊 学过这个 PAP行不行 没问题 Luby行不行 没问题 呃 JavaSquare行不行 也没问题 C Sharp行不行 没问题 VB行不行 没问题 只要有点编程经验就可以啊 然后呢 第二个要求 就是说 有点Java编程经验是更好 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过简单的语法 Hello World之类的 那也行 只要您接触过 知道这个Java 它是怎么运行原理 它是基于编译后再运行的 诶 它不是基于解释的 能明白大概的一些基础的 这个知识就可以啊 不用深入 哪怕说没基础 也无所谓啊 第三 就是无不良嗜好 爱动脑筋 什么叫不良嗜好 有朋友说 我一站电脑上 我就不想学习 想玩游戏 呃 不推荐啊 这叫不良嗜好 不是说抽烟喝酒 好 这个开玩笑了 好 说一下这个 我今后视频的这个计划啊 跟我其他视频是完全一样 每个视频呢 咱就包括一个知识点 让您集中学习一个知识 同时呢 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我最近的视频做还算是效果不错 呃 五到七分钟 没太超 以前不行 以前超的有点多 我还是尽量控制时间短些啊 然后呢 我的原代码呢 呃 和以前也是一样 放到开人中国的服务器 我正呢 建了一个开人中国的Git库 请您参照啊 然后呢 我的视频官网呢 是我的comavideo.com 让我的视频呢 和以前一样 会同时传到YouTube 还有You酷 呃 供您观看 但是呢 因为You酷它的转码呀 高清转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经常看得也很模糊 但是YouTube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极力推荐您 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啊 有朋友说 我在国内没法看YouTube 对吧 我这么想啊 咱是搞IT的吧 咱搞IT编程的 对吧 你又想学Java 又想学安卓 你能不会越强吗 你能不会翻墙吗 你要是都不会翻墙的话 当今的朋友们 你要不会翻墙 那就别学安卓开发 别搞手机开发 你就直接的在国内玩游戏 好了 好 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事啊 呃 希望您能够在YouTube上 观看我的视频啊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第一期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从下期开始了 正式进入Java 8的学习课程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